今天來分享一支手機 就是2020年最強CP值的比拼 iPhone SE 2020版 VS Realme X3 這兩支都是性能一模一樣的手機 然後都是2020年最強CP值 終於等到了 那當然這一支是比較早出來一點點 所以你如果早買早享受的人應該已經買了 那安卓這一支比較慢一點點 但如果你還沒買的人 你可以撐這個機會 把它買起來 你就可以擁有最強CP值的手機了 可以撐兩年完全不後悔 那買手機的第一件事情呢 我常常在講看跑分 看尺寸 看波段 那我們先來講看跑分 跑分就是說 等一下我後面會講 這一支跟iPhone跟Realme都是51萬分 都是一樣高的水準 都很棒的手機 這個絕對滿足你現在所有 100%的遊戲手遊都可以玩 然後再來呢 分數對了 那我們就看尺寸 大小 就是說手機螢幕現在大概都是5吋以上 或者是說6吋 這已經是標配了 那除非你是那種膽小如數的人 你可能上班要偷偷用手機 還是說你在當兵 你要藏手機的人 你才有可能會去買比較小 不然基本上應該都是買6吋5吋方便閱讀 這才是現代人的普遍需求 你看現在手機都越做越大 那再來看波段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你的手機有沒有支援你的變性業者的信卡 這個要特別問 不要到時候買來你的信卡插上去不能用 那你就好笑了 那再來看的就是鏡頭倍率 數位變焦、光學變焦、混合變焦 現在市場上有這三種名詞 那我可以跟你講哪一個最好 光學變焦最好 混合變焦還不錯 數位變焦是騙人的 是最爛的 也就是說他就是講白點啦 你把它拍照之後 然後你到電腦去把它用滑鼠滾輪放大 然後再增加解析度這樣而已 那個就是數位變焦 所以畫質是很差的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我們數位變焦好幾倍喔 你不要理他 那個都是爛東西 不要去看數位變焦 最少混合變焦是還不錯的 這是新名詞 那解析度的迷思喔 很多人會跟你講 喔我的鏡頭解析度 多高多高幾千萬喔 破億畫素喔 我跟你講那個是唬爛專用的畫素 新銷畫素 不是這個畫素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在唬爛的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 60D開1800樣畫素 拍出來的照片品質 比你現在手機 6400樣畫素拍的還要好 那就是照片品質的問題 你畫素 如果你經歷了夜晚 你把它拍下去 整個螢幕都是照點 也是沒屁用的 所以解析度參考就好 現在解析度都很夠用 不用特別去過度解讀說 好與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iPhone SE 2020的跑分喔 你要看這裡 左邊這裡 它這個跑到49萬分喔 這個算是很棒的水準 這沒有問題 這隻手機 我絕對稱讚 這個OK 因為它是S3處理器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 REOMI的跑分喔 有一個人測出來是47萬分 那有一個人測出來是50萬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呢 這個應該就是溫度的關係啦 如果 你的環境 比較熱 然後你用比較久 手機有點燙的情況下 它跑出來的分數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就姑且論它就是 47萬到50萬分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差距在5萬分以內的手機向人 都是一樣好 然後分數相近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看細節了 這個就是iPhone 它有兩個名稱喔 Apple iPhone SE 你如果只有打SE的話 你會找到舊的手機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要iPhone SE 控格2020 這才是正確的型號 不然你就是打 Apple iPhone SE 控格2 這個就是最新的這隻手機 就不會錯了 你就不會去搜尋到舊的SE 那它的CPU呢 都是台積電生產的 所以台積電真的很厲害 它不僅能做S3 又能夠做高通的855 然後跑分 我們剛剛有講 都是49萬到51萬 這個都OK 這個我就不要去講說 誰比較厲害 因為那種東西是 一個 Range 只要到了 我都認為都是很棒的東西 我們就論它們兩隻都一樣好 然後螢幕尺寸呢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我要吐槽一下iPhone 真的是很沒誠意喔 它竟然敢給這個750P的 這種約90萬個點喔 你的螢幕是由一個點一個點構成的 那你現在市面上看到的藍光影片 就是所謂的1080P 200萬個點 那你去看一些什麼DVD 就是更低的 那個才480P 那個點更低喔 然後720P HD畫質 就是90萬個點 這個你如果在電腦螢幕上面看 你會覺得有點模糊 但是你如果在200萬個點 看起來都是很滿意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1080P的規格 會成為主流 再佔五年以上 我是覺得這有點可惜啦 這個沒有誠意喔 它竟然給這麼低了 應該要高一點 然後我也覺得這個太小隻了 4.7寸 你有時候玩遊戲真的是很痛苦 除非你真的只是想要把它拿來當一隻手機 走倒退的路線 回歸到當年 真正只有一隻手機的功能 偶爾發個訊息 然後稍微看個網頁 就要趕快把手機再收起來了 那你的手機用途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再來 手機空間 這隻也比較少 這隻是128GB 這就是安卓陣營給的誠意真的很棒 然後再來 鏡頭它只有兩顆而已 一個是 1200萬畫素的廣角 應該是16端的 然後前置鏡頭700萬 應該是 標準的廣角 那也叫標準鏡 也不到廣角 就是標準的鏡頭 然後再來呢 因為 其他人有四鏡頭嘛 他這兩個就沒有 所以我們只能說悲哀呀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ReoMe的鏡頭 它有分超廣角 然後中距離 拍人像 假如說 像是 小朋友在表演啊 還是說演唱會在表演 你站在前台 還算看得到的情況下 51還OK啦 例如說拍Cosplay這些都可以 51端剛剛好 拍人像 這都很棒 然後室內的話 你就用16端在拍 這個會 整個室內的場景都收錄得進來 不會說拍到最後一個臉在那邊 然後26mm端就是 標準的距離 然後還有前置鏡頭 3200萬畫素 那前置鏡頭 當然這個 已經差太多了 700萬跟3200萬 我是覺得 這一定有差了啦 至少這樣是比較好 但為了省成本 所以就把你閹割到700萬 然後兩支都是4G手機 都不是5G手機 然後電池的部分我覺得最扯 它竟然只有1821mAh毫安培 這個是有4200mAh毫安培 所以它的效能應該是 當然 為什麼它需要這麼多電 因為它螢幕比較大 然後解析度也比較高 所以相對的 耗電量一定是高的 所以它多它將近一半 也是正常啦 但是再怎麼樣 它如果真的要去帶機的話 如果你螢幕都關機的情況下 這支絕對可以帶更久 帶它一倍的時間 所以整體上來看 這支realme X3 是完勝這支iPhone SE的 然後這支賣13000 這支賣13188 這是現在8月底看到的價格 然後這支賣10900 所以結論就是 聰明人都知道哪一支比較好 不僅是realme完勝 價格也完勝 所以全部都贏了 這就是為什麼iPhone陣營 完全沒有優勢就是這樣子 我那天看一個未來人 他有分析 當然那個大家參考 心裡有個底笑笑就好 他說 iPhone 從2020開始就一直在走下坡了 大家等著看喔 iPhone就是一個一直在走下坡的公司 你看 所有的東西都沒有競爭力 然後價格也輸人家 這就是iPhone的慘況 那以上的心得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這樣大家 不管你是要買iPhone的人 還是你要買realme的人 你心中都有一個底 最強CP值就在這裡了 只是好壞我還是跟你講 講給你聽 讓你心中自己去判斷 好與不好 如果你堅持還是 職名不誤要買iPhone的話 那你就買這支13188就可以入手了 而且擁有A13處理器 這一支是51萬跑分的 可以讓你再戰兩年 也就是說你到了2023年 再換手機就可以了 這段時間你會得到一個很順暢的體驗 那以上心得跟大家分享到這邊